我现在在乐山市正走在明江江边的徒步站道上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的八点了 对面就是乐山大佛的游客中心 白天已经买票乘坐游轮带大家参观了乐山大佛 斜对面就是明江大桥 晚上张灯结彩的 特别漂亮 这个时候肚子都快饿扁了 准备沿着江边徒步 顺便找一找乐山的特色美食 看到大家的留言 有人推荐吃 啵啵鸡牛肉咖饼赤酒牛肉 还有黄辣丁鱼 一会儿沿着观景平台 有什么美食就吃什么 乐山大佛 距离我呀 两公里左右 看到对面山上有一座塔 塔的旁边就是乐山大佛 对面的小区 亮起了灯 这好像是一栋观景楼 就在江边 周围还有健身器材 这是一个观景平台 看到有招聘的 仔细一看不是 哦 这是球园的 傍晚 在灯光的映射下 叶子是金色的 这是上中顺的一个码头 白天啊 也可以乘坐 油楼观景 一路上还看到了重庆郊运 这是观佛楼 中间这道门就是寒春门 就在江边 我现在已经看到 对面乐山大佛的乐字 一个圆盘 这儿还有水位高度的变化记录 818红横 还有50年的这个重县期 一晚的乐山大佛 也特别的漂亮 江边广场舞 我现在来到了战道的尽头 斜对面这个方向 就是乐山大佛 只能买票进景区 或者是坐游轮 才能看到啊 对面山上有一座塔 这个时候乐山大佛的四周啊 山上都亮起了灯 五彩缤纷的 广场的中间是圆盘 这个广场啊 就是旅游馆场 有和尚团 特别热闹 对面的大楼上 加州古城 四个字 而且楼上啊 还有一行白鹿 飞过 在大楼的四周啊 全都是美食 已经看到大家说的翘脚牛肉了 准备去吃饭 我现在到达了美食街 准备在这家去吃饭 翘脚牛肉 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随便坐一桌 这就是翘脚牛肉 这是分这种小碗的 还有小锅的 那我一个人吃一个78的这个小锅吧 另外 再加一瓶啤酒 就是峨眉雪 这还有青梅酒 那个青梅酒 六元一两 那个打一两 菜上齐了 这就是我在乐山市吃的第一顿晚饭 是翘脚牛肉的火锅 吃的一个小锅啊 还有一杯青梅酒 青梅煮酒 论英雄啊 看看这锅里都有哪些 有牛肉 牛鸡 牛肚 牛肝 牛腹 牛腥 牛腿 还有牛肠 脑花 黄猴 脊髓 牛鞭 还有这种菜叶啊 香菜 葱花 牛杂 腰片 牛舌 牛头肉 哎呀 我先尝尝这个牛肚吧 也分不清楚了 呃这个是牛舌吧 带刺的 嗯 味道真香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这牛肉为什么叫翘脚牛肉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嗯 辣味十足啊 再尝尝这青梅酒 正好 敬大家一杯 一口中的 完美 乐山的美食 挺多的 吃完了牛肉啊 打算明天继续带大家转乐山大佛 全程啊 徒步参观 这个视频 就 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